2024年5月30号是将被美国历史牢记的一天 综合多家主流媒体报道 纽约一家法院陪审团裁定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封口废案中有罪 据悉该案涉及的34项罪名全部成立 对特朗普的量刑将在7月11号宣布 特朗普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刑事指控而被定罪的前总统 随着法庭上的一锤定音 特朗普还能接下来的竞选之路吗 等待着他的将是白宫还是牢狱 为什么在特朗普被判定罪的第一时间 他的筹创网站全线崩盘了呢 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特朗普在走出法庭后对现场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特朗普说真正的裁决将在10月5号由美国人民做出 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是一个无辜的人 特朗普没有回答记者提出的他是否会退出总统竞选的问题 但有不少媒体推测认定自己无罪的他大概率会通过制造撕裂来角逐大选 据媒体报道 特朗普封口废案由曼哈顿刑事法院审理 持续了六周时间 庭审期间 特朗普被要求每天都要到法院报到 该案的法官莫钦周四宣布 美东时间7月11号上午10点将宣布对特朗普的量刑 法律专家称 如果特朗普被宣判入狱 每项罪名的刑期将同时执行 但是特朗普可以对当天判决提出上诉 并且可以在上诉的裁决做出前保持人身自由 综上 特朗普通过上诉完全可以将自己的自由身保持到今年10月5号 也就是2024年大选投票的日子 那官司缠身的特朗普到底还能继续总统的竞选吗 美国联邦法庭注册律师刘先生通过央视新闻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特朗普可以选择交保释金 暂时不用进监狱 刘先生还补充称 即便特朗普后来真的被判刑 进了监狱 从法律层面来看 其也能继续参与总统竞选 只不过在竞选活动或者开会时 旁边有一大堆育友可能不太方便 据了解 根据美国法律 总统选举候选人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美国公民至少35岁 在美国居住了至少14年 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受到了刑事指控 特朗普仍能继续他的总统选举活动 加州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也表示 不管特朗普是受到刑事指控 还是最终被定罪 其都能继续进行总统选举的活动 当然这些情况对于特朗普来说 可能是最坏的打算 因为事实上众多法律界的高人都认为 特朗普入狱的可能性很小 根据法庭文件 特朗普被判犯有34项 伪造商业记录罪属一级重罪 每项罪名可以以罚款 缓刑或最高四年监禁 在审判期间 法官莫钦威胁要因特朗普违反禁言令 而将他关进监狱 但美媒援引两名法律专家称 考虑到特朗普的年龄 无犯罪记录和其他因素 他不太可能被监禁 而且对数千起案件的分析发现 被指控犯有同样罪行的人 很少会入狱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 特朗普很有可能最终会入狱 前联邦检察官罗森伯格表示 考虑到特朗普的77岁的高龄 以及他作为非暴力触犯的身份 法官莫钦 不太可能判处他任何监禁 罗森伯格直言 如果有任何的监禁判决 我会感到非常的惊讶 当然他确实花了很多时间 侮辱有权监禁他的法官 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办公室 前检察官辩护律师 艾达拉表示 法官很可能会在量刑前 利用一些时间研究类似的案件 以确定刑期的中尾数 纽约刑事辩护律师 罗·科比 是不同的观点 因为他认为 对于拥有财富特权和权力的人 犯下的白领犯罪 莫钦法官以严厉判刑而闻名 科比称 他相信莫钦法官 很可能会判处特朗普入狱 尽管在特警局的保护下 关押一个人 会带来后勤上和实际操作中的复杂性 昨晚的宣判还带来一个小插曲 宣读判决时 特朗普保持沉默 民警的嘴唇 转过头 看着他们 审判后 特朗普在庭外对记者表示 这是耻辱 这是一场由心怀私利的腐败法官 操纵的审判 然后他的竞选筹款页面 在同一时间也崩溃了 竞选团队解释说 是因为捐款人太多 特朗普团队表示 美国人民看透了 骗子拜登操控的审判 这么多的美国人 想向特朗普竞选活动筹款 以至于页面瘫痪了 我们正在努力恢复 让网站运营起来 截止小编发稿时 特朗普的捐款网站 已经恢复了正常的运营 现如今的特朗普 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前总统 一个活跃在美国政坛的人物 他以不断创造历史的行径 仿佛成为了一个 全民关注的网红 喜欢他的 不喜欢他的 都会对他的故事略知一样 还有不到半年时间 就到了11月5号 相信这期间 还有更多的大戏接踵而至 作为看客的我们 将逐一见证 美国历史的改现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